大家来到包子Training的LeCodeSolution 然后继续我们伴着许位忧伤淡淡的忧伤的歌曲 我们来做一道题目 这个叫做Excel Sheet Column Number 这个跟我们之前讨论的一道题基本上是反过来的 这里面是如果说那个是I to A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I to I 给你这个Column 然后让你打出来给你这个Column的这个Title 然后让你最后打出来到底是第几列 或者A的话就是第一列 那么C的话是26列 那么A的话就是第27列 那么这个Tessentially就是跟A to I 就是完全是一样的 就是说如果写给你一个String123 你怎么样把它变成123 然后只是唯一不同的是这里面是26进址而已 然后基本上两种方法 最简单的就是从左到右 就是说你每一次都拿出第一位对吧 然后不停的乘以这个Base乘以这个Base加起来 第二种的话就是从右到左 这个不是特别natural 但是有些手里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拿到最右边的这一位 然后这时候它的话就应该是10的0次方 这边就是10的1次方 这边就是10的2次方 然后2的话就这个东西 所以3加上10的1次方 就是10的2次方 马上微一点点加价 不是很难说 但是也可以work OK 我们来写一下吧 8gbase 8gbase 4gbase 5gbase 5gbase 6gbase 5gbase 这里要注意Base是26 如果A本身自己的话它不是0 正常应该是从0开始 所以大家去看 好